大家好,我们的自媒体账号被奉听了 虽然这不是我们的大号 但是我们里面还有签的 这一奉听我估计是提不出来了 账号一被奉听 这也让我们拍了两年视频的自己 突然感觉到拍视频这条道路 可能是心不痛的 所以呢 我老公又想从我手里口签去削电商 又看我有签了,有他的 我去削个本领,我去削个技术 我就想做生意,有错吗 没有错呀 我想卖货有错吗 没有错呀 都能拿平台不够你卖吗 直播卖货,视频卖货,哪一样不管 我不想卖那些质量差的,地毯货好不好 什么叫质量差的,地毯货 来朋友们你看看啊 我省了这衣服,二十多块钱,穿边的 质量还要做工都可以的 前面和后面又搞完银化 我们卖这价格实惠的衣服 他就说是地毯货,有这样否定自己的吗 我想卖一点中高阶层人士穿的衣服 中高阶层,你想按着不是吗 海岚指甲的挺 就拼的拍子,质量能差哪一样 衣服也是出面的 你就看着做工,看着变料 你自己拼的来说,质量差哪了 我自己看不上你这种嘴里 吃完的就妈娘,剃裤子不忍忍 抖音拼的哪还得罪你了 这么大一个发展空间 你自己说卖不好货,怪平台不好 是不是 它不是一条道路,它是两条道路 那需要电商跟抖音卖货,它是两码式 抖音那大一个平台,你都忘不明白 还去学别的平台,你就是能去哪头 愿拢,喜欢去给别人收个韭菜 费过来签铁出键,你请你安稳 签化了,学不明白了,就安心了 反正签造出去了嘛 那不安心嘛,对不对 我就想知道这么大平台 怎么不好卖货 你卖动吗 卖不动啊,卖不动努力啊 找自己援引啊 明明的不进钱,你还想垮着签 啥意思呀 朋友们你说,还怪我签不告诉他 他刚知道我有四万块钱,就开始作妖了 你看,就这样单人 我能告诉你有多少钱吗 天天,我做点什么事情,你都去为难 我为难你,还是你为难我 社会的衣服也有,高多的衣服也有 你怎么就看不上呢 所有平台也做过了,拼多多 淘宝,是不是干过了,一定使回来 谁撒最后 来来来,一个衣服拔下来过 让朋友们看看 让朋友们看看啊 就这衣服,这个衣服也是戳面的 看一下这个做工,看一下这个领子 啊,亚县 领头是落完的 拿一个就不值得价钱了 拿一个就不高短了 再看一下这个拍子 这个拍子在这海格 这个质量能差哪一个去 哪一个就配不上你呢 你要戳什么高短货 啊,自己没那大底气 还要戳高短呢 咋高短 人是货的,事是死的 人是货的,事是死的 多云的那一个平台 我们现在有了机会 为什么不在这上边发觉呢 非得划钱出去学习,能修明白不 修不明白呢 钱划了就矮了,是吗 我们带不出去货 不是货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啊,你看这衣服质量差哪了 几十块钱的衣服 拿一个就不高短 一天到晚,跟你弄你 去哪来 什么这么一天到晚的 大家好,经过这几天被网友骂 我心里是挺有压力的 但是我就想在这条路上 检视一下 做得更好 让那些人闭嘴 我是可以的 也谢谢你们的支持 有需要买衣服的朋友 可以去我支付箱 看一下这款穿边T恤 轻侣T恤 前后都是高温银化的 我自己穿了也有半个月了 不会起毛 也不会变心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今天视频就给你们分享到这了 拜拜 对 对 对